好 那么呢 非常开心就是可以邀请到我们的Melissa来 接受我们这个Hersory的专访会 想知道说 Melissa 在日常生活中 其实你平时有没有固定做什么个人护理的这些习惯 其实是有的 我会去那些像Watson Garden啊 买那种专门 然后洗下体的啊 都会有啊 然后买那种卫生面是比较特别 过子宫 然后它是让你去的时候比较舒服 我的子宫 我生过孩子 所以会比较很差 所以我有特别去保护它 可是至于在生一点点的我是不知道的 你刚刚有说到你已经是一个妈妈了吗 甚至其实在怀孕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会有知道说 可能会有痰情疑症 症患疑症这种东西 其实在那段时期 你整个人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在我怀孕那个时代 我会有时会觉得自己变了 因为我的身体有点变化 我在我一些私逆处会黑掉 因为这荷尔蒙的那种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 真的会有一点点的忧郁 因为我是一个很爱美的人 对我看见 突然间你的身体就是有一点变化 你就会接受不到 像当时其实你有告诉你身边的家人吗 不敢 可是我有跟我的现实之后 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东西 就去卧生大殿 就是我们容易得到的地方去买一些 图啊美白 可是我怀孕 我又不太敢图那么多东西 所以就没有咯 都会跟你说 其实怀孕都是这样子的 因为忍忍一下 可能你生完就好了啊 我想请问 就是在那一段过程 你觉得说有了家人的陪伴 你整个人有心理上是不是会比较舒服的一些 其实是有一点点的害羞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感觉 可能生了孩子的话 没有那么害羞 因为怎样都好 要保护自己啊 死命处是很重要的 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说 你觉得说今天 如果你身边有朋友 他们开始遇到了这种 可能我们说的女性疾病的话 其实你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 想对他们说 或者是你觉得他们应该 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如果有得到那些女性的疾病 要趁早去治疗 不要因为害羞而不敢而受阻 到你发生一种很严重的地步的时候 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有时候你们会认为尴尬 可是你要知道 现在是零零时代 不要再害羞 爱自己懂自己不隐藏